曾经非常大火的TFBOYS的成员们现在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 因为他们在一些节目中表现真的非常优秀 而且得到了大家很多的认可 当初他们可能让你觉得 为什么自己的小孩子具有这么高的关注度 可是现在的他们真的向大家证明了 其实他们自己正在不断的历练 而且已经可以做到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而且他们中异样迁徙的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 而且收获了很多粉丝 曾经一些很不看好这个组合的网友们也都是因为异样迁徙 这个人而重新的开始相信这个组合 因为他在一些节目中表现 着实惊艳了观众们 但是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现 私下他也没有少用功 那么他究竟在私下默默地做出了什么努力呢 从之前他们的一些计时的节目中 我们可以发现 易阳千玺总是非常努力地训练着自己的舞蹈 而且经常会跳到汗流夹背 他有时候可能对一些舞蹈动作并不是那么的熟练 而且由于他的年龄较小 所以有些时候他对于一些专业知识 的理解也并没有那么到位 但无论怎么样 他都是会坚持着自己的训练 只有当自己真的训练到了一定的程度 达到了让自己满意状态之后 才会选择休息 每次很多粉丝都看到他在训练室里面 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尽 才会去睡觉 但是没有过多久 他又重新站起来 开始下面的训练 很多粉丝在这个时候 看到了他的努力 而且也相信他 在未来可以发展得很好 其实早在之前的时候 他也是经历了很多次的黑 但面对这些他自己却选择了默默承担 也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们 当有一次主持人 问他为什么这么努力 他说因为自己还有个弟弟 所以他也要为了自己弟弟而努力 看来他现在这么努力 不仅仅为了自己 更多的承担了一份当哥哥的责任 他与弟弟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羡慕他的弟弟 由于他经常都要外出表演 所以他与家人的相聚时间更少 他有时候会很思念自己弟弟 不过无论怎么样 他也知道自己现在努力 就是为自己弟弟后多铺一条道路 所以他也在向着自己的目标奋力迈进 在之前一个节目中 他也因为自己的一些行为 招致了一些不满 但是他本人都没有回应 在之后的一次访谈中 他也向大家诚恳的道歉 说当时自己确实是没有考虑周全 而且自己当时年纪比较小 所以对于一些事情 有着自己不一样的看法 但在后来经过一些身边朋友的劝导之后 他也明白自己错误 而且他也勇于承担 还向大家都道歉 大家对于他这样的态度非常满意 并且也都纷纷的支持他 希望以后可以在娱乐圈发展更好 现在他又一次出现在大家眼前 那是因为他现在与周东宇合拍了一部剧 而且近日被一些网友 看到他们两人在拍一些亲密的片段 并且他并没有选择替身 而是自己直接上阵表演 对于每个人在线的意面